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今天受押为古镜中华小学第四校主持新校舍开幕启用典礼 首相在沙州首长拿督阿邦佐哈里和一众官员的陪同下出席活动 一到场就受到校方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纳吉在致辞时表示 在国际社会里掌握多种语言绝对是一项优势 因为这是和世界接轨的工具 尤其是掌握全球通用的英语 另外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情况下 纳吉强调掌握中文也一样重要 因此政府将会持续着重我国各族群的多元教育 我确定是SJKC和SJKT 在这条文章中的传统 新任沙州首长阿邦佐哈里则是承诺 他将会继续推行前任已故首长阿德南的遗愿 增加拨款来发展沙拉越州内的法文教育 我将继续推行前任何东西 在主持新校舍启用开幕之后 首相纳吉宣布 播出25万令吉给该校 作为新建新校舍费用 希望这所学校能够越办越好 NP7 中口报道